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问好到哪里去 下跌197点 收在17736点 这个礼拜看起来反攻的气势 一下子全部又被交袭了 量3877亿元 今天电子股盘中成交比重极凍 以为是航运股撑盘 没想到航运股尾盘 真的是杀得稀里花 如果说你今天当冲的话 不着点下船真的会受伤 想问一下赵丽老师 从周线来观察 这个礼拜还是涨了84点 可是今天的盘式 电子股没有买气 航运股又被冲得乱七八糟 下个礼拜是不是有一点点不妙 对 没错 我们先看一下 K线的部分你可以看到 今天的量能来讲3877亿 其实比前两天的量能 它是呈现扩大的 并且它今天出现一个 向下的一个调控缺口 并且是一个黑棒 并没有拉出长的一个下眼线 相对上来讲 以今天的加量结构来看 确实是比较不好一些 因为扩亮黑K又跳空 目前来讲我觉得短线上 因为常常会出现这种现象 你要观察美股 美股当然你就观察俄乌 因为俄乌也下时要炸核电厂 没有办法 这个是没有 我们大家没办法预测的 只是说说要一直强调 还是一样你就是低持股比重 短线上你要操作 船长当然是OK 中常线来讲的话 你就布局涨望家的股票 好 另外一块 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 景线的位置 这个非常重要 假如说因为它这个地方 又有半年线 这个大景线是17633 半年线在17587 所以大概就是 假如万一 那这边的低点就是17550点 所以万一这个地方你要 当然我们在做研判的时候 也要把不好的状况先预期 就是说假设真的17550点 甚至17550点 万一真的失守 那你的持股的部分 当然更要降低 那我相信假如说 万一真的失守的话 一定是恶物的问题 又有一些的变化 是 是 是 对 没错 所以我觉得就 那当然了 你可以假设假如没有再更大的变化 那我相信这个地方 当然是低档区 可是因为整个状况 并不是我们能掌握的 其实现在的关键 还是在普丁 短线上就是 你就看它要怎么做 大概就这样的情形好 那头新的部分 22年买 其实它买超了533亿 真的它最爱台湾 拼了命的戶 那朝阳谷轮动 其实你可以看到 因为今天航运股的部分 其实盘中表现不错 很好啊 很强 富贵三雄 全民航海河的时代 差点又来了 对 没错 成交值比这种 一度赚上四成以上 我想说这厉害啦 去年最高也大概五成 今天是可以四成 结果没想到尾盘又杀下来了 所以就在讲 其实筹码相对上来讲 真的还是乱 那第二个来讲就是说 其实短线上 你起掌之后 很容易遇到获利回土的麦 不管是船载还是电子 大概都有这样的情形 那原物料当然就比如说像钢铁这一些 铜等等 在今天有的股价表现 相对上来讲是比较强 那电子股的部分 我个人觉得 你就观察一下电子股 它有没有表态 它真的不表态 比如说像台积电这些股 它真的往下再踹下来 那其实说这个点 我觉得会破 岌岌可危 岌岌可危 这个非常的危险 因为毕竟电子股占大盘 市值还是有六成 好 那讲到台积电真的要表态 今天台积电是跌破了六百块钱的大关 等于是去年一整年的平均成本 我记得如果说去年的操作方式 只要台积电跌破六百元 你用该买的话 其实都是赚钱的 可是今年我还可以这样做吗 我们看一下似乎 多数的股民是认同这样做法 因为看到今天台积电的零股的交易数 我居然是达到了七百三十一万股 代表说很多的小资族 就带着钢柜往前冲 认为六百块以前是天天价 可是外资的心态不是这么想 外资认为说 升息加上恶物交战 外资就砍了全王的目标价 升息负面影响达到百分之十二到十五 砍七个台厂的平等 晶元代工能见度高 IC设计赤字封测保守 那这个是高盛 之前喊到1050 现在砍到了855 就让人有点点担心了 是不是说短线上面 其实你这样的一个操作 六百块以下买台积店 是不是还是要看外资真的 把这个卖超缩减之后 再进场会比较好呢 去年的成功的方程 是今年还可以这样复制吗 好 来 我们先看台积店的 一个股价的走势 其实你可以发现 我们先看现行的部分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去年底的时候 一度拉到688 其实这个地方的一个拉抬 688到现在也才一个多月 就变这样 就变这样 我跟大家报告 这个地方的拉抬 其实当时的台股的部分 指数当然也涨到 18500多点 第二个来讲的话 其实那时候的废半 也相对上来讲 是比较强 大家对于未来的展望 其实说真的 看法都蛮正面的 那时候升息的议题 还没有那么严重 就是说大概 那时候大家预期有可能4码 对 了不起5码那时候 所以股价就出现了 上涨的一个走势 好 那你说 很多人看现行下来之后 会觉得 基本面是不是真的 产生太大的变化 我个人觉得其实没有 对 因为这个地方的下修来讲 第一个是升息 因为升息完之后 很多的股票 其实都是本益比的修正 你像美股的部分 其实它不是只有 它也不是只有跌倍半 其实你像标普500 你像道琼 你像罗素2000 其实说真的 罗素2000也跌翻了 所以我有一种 整体来讲 其实应该是说 它在修正本益比 并不是它的基本面 产生太大的变化 那假如是这样的状况之下 那你说 其实像传染股有些一样 之前去年就下修了 那更早下修 所以我觉得 基本面基本上 现在来看 不是有太多的问题 不过来了 重点来的就是 我们看一下外资 好 我们看外资 对 疯狂卖喔 对 你看外资的部分 来讲的话 其实你可以发现 这个地方都外卖 对 那你看一下 其实台积电基本上来讲 就跟随着外资 你看外资在买的时候 股价就会涨 相对上而言 外资这个地方 比较疯狂卖出的时候 那你说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假如 那台积电要看谁 当然要看费办 看NASDA的科技股 假如它可以 就上去了 那当然它 我相信外资大概就不会卖了 或者是卖超会 比较减少 甚至于转买超 那股价当然就会上 可是今天假如说 你NASDA那边 或者是费办 它还是持续的 往下进行回檔修正 甚至于道琼 或者美股 全球股市相对不好 那我相信它一定是 台积电 因为毕竟卖一张可以卖60万嘛 对啊 卖一个1万张就60亿啦 所以我觉得 它一定会形成台股的提管器 所以我觉得 并不是说它的基本面 真的变得很不好 其实我觉得不是啦 就是全球的关系啦 本益笔的修正 再加上筹码的关系 我想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因为你可以看到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美肌外资下坎7家半导体的预估 它的获利摔20%对不对 它讲的是半导体难逃升息的循环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升息的循环的过程当中 其实说真的 本益笔是不是大家往下修 在这一次俄乌还没开始之前 其实之前的全球的股市就往下修 就是大家都会修正本益笔嘛 也不是只有金元代工会 也不是只有半导体会 全部本益笔高的 你像我刚刚提到 罗素2000的本益笔更高 那种下修的幅度 也不会比非半来得小 其实非半来算相对强的 所以我的意思说 他举的这些例子 有时候我觉得 这个会影响大部分的股票 不是只有这些 地缘风险难道不会吗 我的意思说今天假设 大家都一起 大家都一起 那是因为现在 俄乌没有发生很惨烈的状况 我的意思说 没有往比如说像丢核弹 世界大战 假如这样子 全部都崩盘 那还有 所以我的意思说 地缘的风险来讲的话 其实也会真的严重 其实全面性都会影响 你像现在的美股的部分 其实说真的 道琼也自跌 对 NASA也跌 倍半也跌 我的意思说 那当然有一些传染股 比如钢铁 因为那一部分来讲 是跟着报价在涨 那其实大家还是会担心需求的问题 所以你像钢铁还是什么 有时候涨了一段之后 它就会稍微整理了 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那宏观经济的波动 假如需求不好 说真的 大家也都不是太好 所以我的意思说 其实假如 这个三个因素 其实对 不要说半导体 其实很多的 它都会影响到 只是说 因为现在这种盘面之下 你像这个台积电 它从1050降到85 你确实会怕 可是当然跟现在的 大概不到600块比 其实它还是很高 聯邦科也是一样 其实我觉得 基本上 可是它这个重点就是说 它觉得晶圆代工能见度还是高 还是比较安全的一段块 其实真的还是安全 IC设计个股比较有弹性 封测相对上来讲 就要比较保守一点 因为你封测的部分 有一些 有可能像铜等等这些 报价涨 有可能它没有办法 去反映这些的一个成本 好 那讲到晶圆代工的能见度高 会不会是因为说 现在晶圆代工 包含了大厂 它们扩厂或 发展先进制程的角度 并没有缓下来 英特尔台积三星 组柠檬 要推开放式的小晶片 但是咱俩老师 其实很多投资都不是很了解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布局 对 没错 我想 它其实就是一个 我跟大家报告 它就是把一些的晶片封装 在同一个地方 就是同一块大的晶片里面 那这里面 它当然有可能有包含 逻辑的电路 或者是感应器等等 把它整合在同一个封装里面 就是抑制晶片的整合制程 那堆叠的部分 比如说之前从2D 然后转换成3D 就是堆叠的层数 也可以越来越多 那功能相对上来讲 它就会比较强大 那当然因为现在的电子的东西 其实说 因为它的所谓的 要技术越来越多 就是说我要应用面 越来越多的状况之下 那当然这样整合起来 在同一个晶片 其实它的成本相对上来讲 是比较低的 也比较符合空间 而且台积电是领导的主张 台积电是最主要的 那只是说当然 我们看台积电 其实说这个 这个要在行情好的时候 因为毕竟占它的营收比重是低的 这个只是一个变成说 它是一个领头羊 没有错 可是当现在这种环境的情况之下 说真的 这种题材 没有办法让它的股价出现 比较强的一个表现 前几天台积电的ADR 跟现股市有出现折价 那最近有看到 溢价的情况发生 那赵老师你也说到 就是要看整体 厄屋的状况 现在毕竟外资 对于台北股市的看法 稍微保守 就会先从台积电来提款 所以我再追问一下 赵老师的看法 现在600块的以前台积电 也不是说真的就是贸然的 并点金减就对了 对 我想你当然台积电ADR的部分 来讲的话 溢价1.39%的一个水准 那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其实刚刚有提到 其实最近就大概这几天 外资开始卖超了这几天 总共卖超了20.6万张 你说这种谁买得起来 没有办法 你看头信他还是买 试试买 对啊 他买不起来 这种股票 我说真的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能不能买 我觉得第一个 要看你持股比重 跟你的资金 假如说你想买台积电 我觉得你可以慢慢买 那并且你的持股比重不要高 为什么 因为其实应该这样讲 你要假如说 要买的时间比较正确的话 你就看到外资 连续生的转卖超为买超 比如说连续买超 两天三天 我再来买就好了 不要说这个地方你去摸定 对 我觉得不要 那基本面当然是没问题 是筹码跟国际的环境 比较不适合真的 这个地方 一直下去做买进的一个动作 好 那高盛 刚才的报告有讲 晶元代工呢 比较青睐 他这个族群是具有领导的地位 另外一个就是 IC设计具有弹性 今天焦点个股就来请问赵玉老师 每天帮大家追踪的 今天这两支个股终于是休息的 我们以为IC设计的火没了 不是喔 有人串出来接棒 雅信跟金鸿 怎么样关注 为什么雅信跟金鸿今天会动 对 没错 你看一下三年三五的资源的部分 其实这两天我也跟大家讲过 其实来到这个地方 其实河空大概有点快结束了 因为你可以看到 这两三天 其实龙卷开始出现减少了 投信转卖 对 投信也转卖 昨天也转卖 所以这种股票是投信 所以当投信一转卖 融捐又减少的时候 其实说这还有一个 他昨天公布了他的EPS 0.77元 1月份 那跟创回做比较 创回是接近快1.5元单月 所以两个股价差不多 那当然你可以看到 智远今天一开盘就开低 因为其实他的获利0.77 我觉得还好啦 那你假如说6104的 创回的一个部分 你来做观察 今天说真的人家一度翻红 盘起 一开盘没多久 对不对 你看 因为他有一点 接近1.5块钱的单月 那投信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他也没有卖超 对 所以相对表现就比较强 那我觉得创回这种股价 应该还有机会 那另外的 亚信的部分 3169亚信 你可以看到 联巴克集团的股票 整理完之后 其实我觉得这种股票 应该也还有机会 就是说这种股票整理完 你看现行的部分 来拉出红棒 当然你不能去追 因为现在有些小型的个股 你像这样明天假如 下礼拜开高冲高 你又去追 搞不好又转套 我觉得这种 你要等拉回 好 那3141的金鸿的部分 3141的金鸿 这一波也是水晨幅度 蛮大的 对 水晨蛮大的 然后慢慢的上来 那另外的 玉创 金豪科 通交等 我觉得他们是一个轮动的 所以会复制 我的意思说有些股票 它会复制 比如说像智元的模式 或者是创为的模式 那当然我是比较乐观 我觉得是这样 那有的人会比较悲观 说是不是智元创为结束了 IC设计就挂了 我觉得不会 因为成功的人 会找同族群当中 去复制一些的个股 因为他赚到了 智元跟创为他赚到之后 我相信他应该还是会 在IC设计类股 找一些涨望家的股票 来进行操作的 好 最后的一分钟 我们看一下最近的 原物料族群状况 到底该怎么掌握 对 没错 我想原物料的部分 大概其实 常看前面都知道 你就是跟着报价走 那你看一下从之前的 比如说像铝的涨 那另外的有铁礦砂的涨 那今天换涨谁呢 换涨桶的 第一桶 第一桶 对不对 你看2009的第一桶的部分 其实今天的股价 你看 就突然之内拉起来 我记得它就轮动 然后1605的滑芯的部分 滑芯也是 电线电缆的部分 你看一下 股价最近也满强的 股价最近也 就是说 其实它是一个轮动的概念 那只是说短线上 假如说真的起涨 短波段一个礼拜 已经涨了15% 20% 那我觉得你就不要去追 你可以等待拉回来 再去做逢低的承接 那当然 长榮这些 这个今天波动 很可怕 对 因为最近 其实利多蛮多的 一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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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像这种股票 你像2603的长榮好了 很可怕 这个真的很可怕 这真的很恐怖 我跟大家报告 你真的要操作这种股票 其实停损停利就设定好了 因为说真的你说 这些利多当然 搭配起来 可是像之前慢慢涨的时候 股票 我都知道 当然这个你要看 資券跟法人 那我觉得 这些股票来看的话 其实停损停利 一定要严格值钱 好的 以上趙宇老师提醒大家 包含了大盘现在的操作 很多人带万台积电600块以下 能不能够买 趙宇老师提醒咯 外资最近狂调节 台积电卖了20万张 最好先等到外资 开始缩减卖 超甚至由卖转买之后 再做布局 也不迟是比较安心的 记得要严损自己的 这个持股比例 停利停损都要做好 是比较保险的 若顺对操作 那些来台股 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参考画面上面 在老师大头娃娃 可以跟他加一个like 办持股问题 跟他请教跟讨论 老师资料的话 里面跟大家做进一步的分享